大家是不是看不懂为什么我要这样出场 其实我也不懂啊 是编辑非要我这样做的 放心啦 他们喜欢看你跳舞的 点赞破6万 下期视频我要摸定穿 尽数少女服装跳舞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都是特别的善良的 他们不耗这一口 好了那么进入主题 就这期视频就体验一下 一天印度最高种性的婆罗门 他的一日三餐是吃什么东西的呢 在这里说明一下 我对其他国家的饮食 还是会有最基本的尊重的 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扣上硬吹的帽子 但是呢 我从小到大都没吃过印度的美食 估计大部分我都是吃不习惯的 先给大家打一针预防针 首先我们做早餐 那大家肯定会很好奇 为什么我的背景一点印度味都没有 那是因为婆罗门一般都是印度中高层收入人群 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外国教育 所以风格都是偏欧美现代简约的 这些话都不是我讲的 都是印度的朋友真实的回答 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评论区打出来 我可以帮你们去问 首先我们做早餐 制作饼还有咖喱 这是印度每家每户都会制作的美食 而做法呢 是印度的小伙伴交给我们的 所以应该会比较正宗 其实婆罗门作为印度种族制度里面 最高的等级 他们在古代的主要人群是 僧女还有贵族 他们拥有解释宗教 还有享受贡献的权利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就是印度的最高种姓的生活了吗 看起来也没多高大上啊 诶 我现在就一个一个给你们列举出来 首先第一 他们可以理所应当的领取他人上贡的土地 在古代啊 大家都是求着婆罗门 求求你收我们的土地吧 因为在印度教里面说 向婆罗门贡献土地 是可以消除你一生的罪孽 而人一生下来就有罪孽 对于这种说法我不至于否啊 但是可以看出婆罗门的待遇是真的好 其次不用缴税 那这时大家觉得 啊这有啥的 我感觉这没什么呀 诶 给你们感受一下 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月用160万 结果缴完税之后 只有100万不到 对呀呢 那税光荣 我仅仅是举个例子 让你们感受一下这个权利 到底有多奢华罢了 大家记得按时去缴税哦 第三 又挺免受处罚 我们在网上经常会看到一些人 做错事居然不用受罚 嗯那他大概率就是婆罗门了 当然了这种事情 只适用于印度的盟村 好的那我们早餐已经做好了 那我们来尝试一下吧 好的 经过两个小时的坚固奋战了 我们已经把早餐给做出来了 其实我是有点激动的 因为我是第一次吃印度食物 而且是自己亲手做的 我也不知道味道会怎样 尝试一下 外壳很焦脆 但是吃到里面很爽 就好像在吃学校门口那些煎饼一样 还蛮好吃的 然后里面的话 我觉得我这次做的咖喱不太好吃 香料的成分 味道太过于复杂了 让我吃起来更多的是一股中药味道 还有一股辣味 咖喱的那种很鲜甜的味道就没品出来 可能是因为我调配的不太好的 但是这个馍呢 我是觉得还蛮好吃的 很糯很香 好 那么现在已经到晚上了 大家看到我现在的着装是特别的奢华了 我也是婆罗门 连衣服都是真丝的天啊 那我们早上说了 婆罗门很多的好处 那婆罗门有没有不好的地方呢 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而且你取的对象必须是同种性的人 这也延伸出了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行为 叫做荣耀谋杀 在印度的农村就有非常多的妇女 因为自己喜欢比自己低种性的男生 而遭到同种性族人的谋杀 甚至杀害他们的人是他们的亲生父亲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血统是至高无上的 怎么能容忍这种低种性的人 还贊物自己呢 你贊物你自己就算了 还要贊物我们一整个种性的人 这是他们讲的跟我无关啊 于是他们宗族的人就会跟他的父亲说 来 把你女儿给杀了 不要连累我们 当那个父亲忍痛把女儿给杀掉之后 还会受到族人的尊敬以及爱戴 但这种行为在新德里这些比较出名的城市 几乎是没有的了 但是在农村还是时有发生 事先声明一下以上内容 全部都是印度人自己讲的 我只是换成中文再叙述一遍 那还有没有其他不好的地方呢 例如婆罗门一生都是不能吃肉的 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觉得 需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下等人 才需要吃肉来补充体力 所以他们呢是不需要吃肉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们认为肉是不结的 吃肉会污染身体 会受到神明的厌恶 所以他们不吃肉 关于这样的传言非常的多啊 大家可以理性的在评论区里面分享一下 你听到的传言吧 如果问题来了 我们把婆罗门的优势 还有一些我们觉得可能会不习惯的地方 都讲述给大家了 那在印度我们如何分辨 第一种性还有婆罗门呢 我们可以从皮肤越白 还有穿着越时尚 那么它越有可能是婆罗门 当然了 这只能大概的去分辨 但是是不适用于所有的印度人哦 大家要清楚这一点哦 好了那经过我们几个小时的分战 终于做好了哎呀 但是做出来真的是像模像样啊 特别是这个包装 在市场上卖个100块 不过分吧啊 而且啊我们平时看那些印度菜啊 都是比较没有什么食欲是吧 但是这是做出来哦 色香俱全啊 但是味道怎样的还不清楚 这是菠菜奶豆腐 什么奶豆腐呢就是这个奶酪了 尝试一下我这么敬业的up主 难道有点一个赞吗 酸酸的带着一点蔬果的味道 尝试一下这个炸蔬菜 这个炸蔬菜的口感是非常的丰富的 很有层次感 而且它外层非常的焦香 然后它里面呢是比较糯的口感 它的唯一缺点就是吃起来还是微微有点油腻啊 但是炸这个就不一样了嘛 哇吃起来味道微酸 中和掉了那个炸蔬菜的油腻感 然后这个吃起来的话 它的味道有点像是我们在海底捞吃到的 番茄锅锅底一样还蛮好吃的 好的那么现在已经把婆罗门的一日三餐都已经体验完了 大家在视频里面我听到这些传言 全部都是印度的朋友告诉我的 还有一些是我在网上面搜索的 大家可以带着理性去甄别 大家如果网上写的是错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指正 大家今天的食物呢我确实是有点吃不太习惯 就太熟了中午还不能吃饭 那可能是因为印度的气候比较湿热 所以今天我们吃的东西都比较油 而且比较辛辣 就他们的饮食习惯给我感觉就好像中国的四川 那这个时候四川小伙伴就说不熟啊不Q 好的那么以上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本视频点赞破6万的话 那么下一视频我们就做印度最低种姓 达利特 看一下他们的风土人情 并且他们一日三餐都是吃什么东西的吧 说不定还会有Mashella Mashella 那么下期再见 Bye